大家好,我是小姜 这位是刘暗辰 大家好,我是刘暗辰 今天由我们俩跟大家讲一讲关于地球的故事 我们去了青海湖还有张叶 商业的七彩丹侠 还有呢,还有敦煌的亚丹地貌 好吧,刘暗辰同学 那哪里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最喜欢哪里呢? 我最喜欢亚丹地貌 那为什么? 因为小姜知道亚丹地貌有魔鬼群 他告诉他嘛,所以我就很熟悉这儿 好吧,小姜,那你呢,你对哪里印象最深刻呢? 西迁佛洞 为什么不喜欢莫高窟呢? 因为莫高窟排队最太长了 而且只能看四个窟 我们呢,可以看六个窟 好吧,排队实在是太长了 实意上不起啊 好,今天就由小姜同学和刘暗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地球的地形和地貌 亚丹地貌 亚丹地貌是一种典型的风式地貌 由于风的磨石作用 小山包的下午受到强烈的侵蚀 并逐渐形成望里凹的形态 有些地貌的外观如同古城堡 风非常大,就好像鬼哭老豪的身影 所以鼠称就叫魔鬼城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丹霞地貌 红色沙岩 我们还去了青海湖呢 青海湖可是好大,就叫海洋 那青海湖是怎么形成的呢? 早在两亿三千年以前 青藏高原是浩瀚无际的 古海洋两万年前剧烈的罩山运动 使这边古海洋隆起 它就变成了世界无济 海水被逼走时 有的被视作的高山环绕起来 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湖泊 青海湖就被山脉堵住的巨大的湖 当时它是一个外泄湖 周围有一千多条河流 注入湖中 同时湖水又从东面注入黄河 大约距今一百万年前的第四世纪 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 发生了强烈的隆起 拦截住了青海湖的出口 原来从青海湖向东流出的河流 被逼迫向西流入青海湖 就形成了我国罕见的 自东向西流的倒躺河 青海湖也成为一个流水 止入不出的必赛湖 由于青海湖位于西北气候干燥地区 湖水蒸发量大于湖水注入量 因此湖水不断地下降 湖面逐渐缩小 与初期的湖区相比 湖面缩小了将近三分之一 水位降低了八十到一百米 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北魏时期 环湖一周号称千里 唐代称八千里 现在只有七百多里了 可是青海湖依然很大呀 我们开了好久好久啊 今天我们还去了查卡盐湖 一片雪白就像踩在雪上一样 实际上它却是白白的严厉 小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查卡盐湖的形成原因吧 查卡盐湖在柴达木盆地中 查卡盐湖的形成原因是 由于地窍运动 就像青海湖一样 查卡盐湖也是被山脉堵塞的大海 形成了很多的盐湖和池塘 查卡盐湖的盐 起乎是无尘无尽的 因为雨水会将更多的盐 从周围的山上带下来 查卡盐湖每年的降雨量很小 所以注入的水 水量也特别少 加上蒸发又特别的厉害 所以它的含盐量特别的高 查卡盐湖的湖水面积受季节影响 雨季湖水达到104平方公里 相当于西湖的好几十倍 旱季湖水面积明显减少 湖水底部是有十盐层的 一般有五米厚 与其他的盐湖不同 查卡盐湖是固态和液态并存的湖 好多旅行的人都称它为天空之星 但是我倒没看到大镜子 就是好多个大大的大眼力 没了 好吧 感谢小江和刘岸臣同学 今天给我们大家普及的这些科学知识 同时你们俩玩得也非常的开心 对不对 对 假期结束了 我们又快回去上学了 拜拜吧 要不然又不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